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尾出一刀 然后翻过来 把鱼竖过来 沿着脊背 贴着鱼骨 下刀一直到尾巴 然后用刀贴着鱼骨 一点一点把鱼肉给踢出来 鱼靠前端的骨头比较大 刀不一定能够切得断 可以用剪刀 像我这样 两面都处理好 尽可能的完整取下鱼肉 第二条 第三条也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尽可能的完成了 把鱼肉给取下来 都处理完成后 我们来给鱼肉整个形 把肚子部分带着鱼刺去掉 或者如果你喜欢吃鱼肚子 也可以不去那么多 主要外国人他不吃鱼肚子 我就按原始的方法做了 我们把鱼肉每一片都像这样 把鱼肚子去除 再给它整个形 整形丸的鱼还要去皮 方法很简单 从鱼尾骨切掉一点点的肉 然后刀翻过来 在鱼皮下用手抽掉切掉肉的皮 来回拉两下 鱼皮就这么去掉了 下面我们处理土豆 这个工具是专门用来去苹果糊的 在这里正好 直接在土豆上取原住 我这儿懒得去皮了 如果在家操作 可以去了皮再弄 取完土豆再来做土豆泥 这样不是特别的浪费 取出土豆柱后 拉出擦板 调节2毫米左右的厚度 将土豆擦成土豆片 一定小心手 擦板非常非常的危险 不是闹着玩的哟 准备一个平底锅 加入橄榄油 炒土豆片 将土豆片炒至断生 即可出锅 盛出后 加入一点头的淀粉 再拿一口锅 小火融化 炒板黄黄油 我们来做橙青黄油 所谓橙青黄油 就是黄油中不含蛋白的那一部分油脂 就像锅中复的上面的那一层 橙青黄油 转移到碗中 再取一个蛋黄 万事俱备 处理好的鱼里肌 两面撒盐 胡椒 鱼皮面炒上 刷上蛋黄叶 然后拿土豆片 从头到尾 从左到右 一片挨一片的麻方土豆片 尽量的摆着整齐 美观 这是个非功夫的事情 加油吧 豆买好土豆片后 将橙青黄油 淋在土豆上 淋均匀 每个角落都要淋上 放入冰箱 等待黄油凝固 下面我们来准备配菜 锦菜 羊鸡 小洋葱 红葱头 切碎 尽量切得碎一点 切碎加入锅中 再加入白葡萄酒 上锅煮 煮到酒快收干了 加入淡奶油 小火 再煮煮 准备一个西红柿 去皮 去嚷 切条 再切丁 放入碗中 鸡青 取叶子 切碎 不要紧 튀油尽 真的吗 硬青 取叶子 切碎 加入番茄碗 盐 胡椒 橄榄油拌一拌 搞定 刚才剩下的成情红油 不要浪费 加一点的皮 把蔬菜炒被炒 调个味道 加入鸡高汤 盖上盖子 闷到成熟即可 酱汁煮成这样 变得凉稠即可 从冰箱里取出鱼 看到黄油都已经凝固了 把平底锅烧热 不需要加油 用铲子去下一块 从锅里 把鱼翻进去 把鱼翻进去 把鱼翻炒下 不要去泡鱼 煎一分钟后 轻轻触碰 看是否已经成型 然后将鱼翻个面 用鱼和鱼两面各间一分钟即可成熟 鱼做好 就可以摆盘了 酱汁在盘中滑滑吧 拉出你想要的样子 煮绝鱼肉 放在正中间 煮绝鱼肉 放在正中间 芹菜 羊鸡 小洋葱组合 一边一堆 翻前沙拉 放它三坨 都不需要其他多余的装饰 土豆林 海鲁鱼 完成 煮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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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